接下来我用这个图来说明呼吸作用的所有过程 包含有氧呼吸这一种和这两种发酵的作用 好 你看我的那个起点在右边 跟之前的光滑作用图刚好颠倒 那我的起点在这里 首先葡萄糖出现在细胞质 我们细胞从血液中吸收了血糖葡萄糖 就进入到细胞质 好 那你今天需要能量 你就在细胞质把葡萄糖分解成两个丙酮酸 我这个动画就不放 我直接给大家看结果 一个分子的葡萄糖拆成两个分子的三碳酸丙酮酸 过程中产生两个ATP 重要的我会圈起来给你看 没圈了不要管它 好 丙酮酸呢 如果今天有氧的情况之下 这个丙酮酸就会进入到立腺体 这个包含就是立腺体 这是外膜 这是内膜 立腺体有两层膜 好 进来之后呢 我们就把丙酮酸完全氧化 中间这么多过程 其实不用理它 反正我把它完全氧化了 我就可以产生28加2 总共30个ATP 那全部氧化分解 可以产生二氧化碳集水 好 我把丙酮酸完全氧化成 无机物完全氧化成无机物 产生二氧化碳跟水 好 以上这个是有氧呼吸 有氧气的情况之下 好 我现在把我的笔换颜色 如果今天缺氧呢 缺氧呢 丙酮酸就不要进入立腺体了 因为没有氧 所以丙酮留在细胞值 你可以往上进入甲反应 甲会把丙酮酸 两个丙酮变成两个乳酸 好 那这个过程产生几个ATP 只有两个 好 那我把乳酸发酵的路径框起来 这就是乳酸发酵的路径 对 没有氧 丙酮不进入立腺体 变成乳酸 好 葡萄糖分解成 丙酮酸产生两个ATP 丙酮再变成乳酸 所以产物是乳酸 过程中产生两个ATP 好 那如果今天呢 我今天这个生物 我不自行乳酸发酵的生物 我是进行酒精发酵的话 我一样是葡萄糖 先分解成两个丙酮酸 丙酮酸一样不进立腺体 而分解成二氧化碳与乙醇 也就是酒精 好 这叫酒精发酵 我把它的路径框在这里 好了 所以上半部的绿色框框 是乳酸发酵的路径 下半部份的桃红色框框 是酒精发酵的路径 那我们来结算一下 如果是乳酸发酵 在这边呈成两个ATP 两个 酒精发酵在这个地方 也是呈成两个 但如果今天是乳酸呼吸呢 这边有两个 这边有两个 这边有二八 加起来三十二个 有氧呼吸的量多了 对不对 所以一般而言 有氧的情况之下 生物体会比较偏好型 有氧呼吸 好 那这个图 这边出现一个名词 叫糖解作用 我们高一可以讲 因为这很简单 葡萄糖分解成两个丙酮酸 是不是分解 是不是水解 葡萄糖被水解了 那就叫糖解作用 糖被分解 那我这个框框里面写到的 力线体中的什么 克氏循环啊 电子参与链啊 我导人问号 那个我们高三在讲 对 高一就没有讲那么多了 如果你有看课本 你会发现 高一只有讲 力线体哦 让比農酸进入之后 氧化成无极物 产生很多的ATP 好了 结束 以上我们用这个图来表达 什么叫有氧呼吸 什么叫酒精发酵 什么叫乳酸发酵 所以你可以用这个图来做一下 整合这三类呼吸作用 它们的关系是什么 好 以上这是用图来说明呼吸作用 感谢观看